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跟大家说一部剧星云集的超人动作电影《红场飞龙》 顶级杀手恐怖如斯 百万守卫中取人手机有如坦囊取物 二十世纪末 有个号称八百龙的地下神秘组织 他们各个身怀绝技 精通中国功夫以及东营忍术 深出鬼没让人闻风丧胆 组织内三十多名艺人 皆由首领类气龙一手培养 以不同身份隐藏在世界各地 日本黑帮大佬季秋堂 从不知名处查出了部分艺人的身份 将其策反 反不从者就地格杀 雷七龙得知后约战季秋堂 电闪雷鸣之间两人展开生死搏杀 交锋时兵刃相接 火光四射 高手过招一时间竟难分胜负 决胜时刻一蒙面人杀出 将雷七龙肿伤 混乱间雷七龙摘下新面具 发现正是组织核心成员花龙二 雷七龙不敌二人联手 只得仓皇而逃 回去后雷七龙召开紧急会议 花龙二的叛变导致组织部分艺人身份泄露 艺人们是否忠诚已经无从分辨 为了永绝后患 雷七龙下令将流落在外的艺人尽数清洗 曾经组织内有个掌管身份名册的艺人 叫做桌球 后来为了一个女人叛逃住组织 了无音讯 但名册至今还在她手上 若是名册落到花龙二和几秋堂手中 后果不堪设想 于是雷七龙亲自出马 找到了桌球的女人 从截获的信件得知 桌球如今在苏联 带着养子摇龙 养女兔妞妞 还有亲生女儿卷发妹 在街头卖艺谋生 雷七龙悄然出现在人群之后 他一眼看出 摇龙这个年轻人天赋一禀 值得栽培 夜里 桌球又接到了雷七龙的电话 他知道雷七龙已经找到了他 他握紧手枪 彻眼难眠 却不想 还没等到雷七龙 八百龙叛徒之一的黑岛 就已经现一步赶到 黑岛自称 季秋堂的杀手 也是为了名册而来 桌球明显不是对手 只能假意带他去取名册 在附近兜兜转转 拖延时兴 就在黑岛的耐心快要耗尽时 一蒙面艺人杀出 这艺人伸手分外矫健 一看就是精锐中的精锐 但黑岛又岂时擅长 招招狠立 刀刀凶悍 蒙面艺人逐渐落于下风 只能边打边往后撤 但黑岛步步紧逼 艺人败事进行 几个回合下来惨遭歌喉 另一边 桌球以为逃过一劫回到家时 却发现雷汽龙早已等候多时 桌球直接扣败在地 吃食物为俊杰 雷汽龙很满意 下令让桌球明日 将黑岛引上火车 除此之外 他还要一个人 摇龙 桌球满口答应 隔天 他谎称要举家签至日本 拖家带口的上了火车 雷汽龙在餐车车厢 将黑岛截住 黑岛提刀便上 叛徒焉有活路 但求留一个权势 雷汽龙拢着手 雷汽龙找到桌球 得偿所愿拿到了名册 至于摇龙这个人 雷汽龙表示 他要将其培养成 八百龙最厉害的杀手 但这个秘密 他不希望第二个人知道 桌球反应过来 再想反抗 已经太迟 桌球的女儿 卷发妹过来时 发现父亲已然惨死 惊慌间 含泪送了个三杀 随后 雷汽龙找到摇龙 三两招将其打晕带走 兔妞妞眼睁睁看着雷汽龙 扛着摇龙扬长而去 却只能无能狂怒 而摇龙在醒来时 一睁眼就是容摸摸 头怀送抱 此时的摇龙 浑身扎满银针 记忆全失 完全不知自己 姓氏名谁 身在何处 雷汽龙和新女儿阿荣 自称是摇龙的救命恩人 摇龙不信 撒腿就要跑 雷汽龙好不容易拐回来的人 会让他走 直接镳靠一出 一边拴住摇龙的脚 一边连着自己的脚 这方圆白米 除了重重陷阱之外 还有电王组合 亮你也插翅难飞 摇龙不服 大汗要跟雷汽龙决斗 摇龙一手双截棍 还是有两把刹子的 但这对于雷汽龙来说 就是花拳绣腿 中坎不中用 用来卖艺 这两个铜板还行 真打起了 哼 不堪一击 摇龙再次落败 为了有招一日 能打败雷汽龙 也为了走出这边树林 摇龙彻底老实下来 开始没日没夜的西武 废勤忘食 日复一日 另一边 花拢二也得知了雷汽龙 正在训练顶级杀手的消息 他跟妻子荣姬 决定趁夜突袭 永绝后患 另一边 阿戎与摇龙之间的感情 寓意深厚 阿戎趁雷汽龙熟睡时 打开摇龙的镣铐 放他离开 正在这时 花拢二已经带人杀了过来 以杀手与摇龙缠斗在一处 花拢二则闯入室内 与雷汽龙正面交锋 混乱间 阿戎惨遭误杀 雷汽龙悲愤不疑 与花拢二交手时 虽依旧凌厉 却漏洞百出 兵人撞击的铿锵升尖 让花拢二抓到空子 再度重伤雷汽龙 好在祖神一人 虎风铃及时赶到 三打二 扭转局势 花拢二夫妻狼狈逃走 雷汽龙身受重伤 下令让虎风铃将摇龙先稳住 虎风铃戴上面具 与摇龙交手 将其引入树林深处 虎风铃化身勾勒着 击背的白发老玉 与摇龙交锋 摇龙追问 雷汽龙和阿戎的身份 以及雷汽龙的去向 虎风铃只说是死了 摇龙与虎风铃在各个墓碑上 辗转铜挪 一举摘下虎风铃的面具 虎风铃逃至室内卸下伪装 又是一副美人皮囊 摇龙怜香惜玉 招数中存了细耍的心思 但高端的恋人 往往以猎物的形态出现 趁摇龙放松警惕 虎风铃一根银针 直接扎入其后颈 你要成为八百龙的杀手 才能为阿戎和雷汽龙报仇 摇龙昆迷后 虎风铃退举他的遗伤 极为耐心细致的 为其在后背吻上满背龙吻 八百龙第一杀手 自由人 吻事 摇龙的第一个任务 是杀一个叫李东的香港人 这个任务并没有什么难度 摇龙伪装成酒店服务员 直接近身展开死杀 他出手狠辣 一套杀招下来 行云流水 朝朝避命 干净利落 不留一个活口 任务完成后 摇龙竟直撤离 却正被刚巧去过的 虎妞妞看见 隔天 以神秘杀手找到摇龙 却被摇龙献一步 细致危机 措施先机的杀手 毫无用武之地 摇龙用脚抄起匕首攻去 其攻势至灵力 逼得杀手不得不跳窗逃窜 摇龙一路追踪 在电脑机房内 遇到虎丰灵 才知道 这杀手原来是组织 派给他的助手 特地跑去试探 他的实力的 虎丰灵派下了 摇龙的下一个任务 暗杀日本最大黑帮的首领 几秋堂 几秋堂身边 保镖无数 动有平头警探 却无数警卫贴身护航 正面杀戮 无疑是飞蛾扑活 于是 摇龙从天而降 犹如天神下凡 助手看着摩托 一边击齿 以便使枪疯狂扫射 一种西装革履的保镖 被两边分散注意 一时之间经乱作一团 但即便如此 杀入人群 取寄秋堂手机 也难于登天 但架不住人寄秋堂 非要冲出保护圈 送人头 在半空中 就被摇龙直接击毙 我有100来号保镖 我不用 我就自己杀 就是玩 任务圆满完成 摇龙几个大跳 跳上助手的摩托撤退 助手接连两枚炸弹 成功组绝追兵 带着摇龙扬长而去 偏偏 秃妞妞妞也在 她认出了摇龙 不禁喊出她的名字 正被一旁的 平头警探听到 平头警探将 秃妞妞带回警局 要求秃妞妞 做人脸比对 但秃妞妞只说 自己的眼睛 又不是红外线 怎么能看得穿面具呢 于是警察只好作罢 秃妞妞和摇龙 都是捉求收养的孤儿 两个人从小一起长大 惺惺相惜 也早就互定终生 摇龙被绑架后 秃妞妞妞穿着 印了摇龙照片的衣服 穿梭在各个人 留密集的地方寻找 整整一年 她甚至还被当成疯子 抓起来过好几回 但她见到的那个杀手 真的是摇龙吗 摇龙怎么会杀人呢 说着曹操 曹操就到了 秃妞妞见了她的脸 她是来杀人灭口的 可她进了秃妞妞的房间 却发现画架上 墙上 每一个角落 都是她的画像 秃妞妞妞看着她 她知道摇龙是来杀她的 但她只想看着 眼前这个戴着面具的杀手 是不是自己的心上人 这时 早就埋伏在暗处的警察 动手了 成了一弹雨间 摇龙条件反射的 拉着秃妞妞妞妞闪 整个房间烟尘四体 枪声 玻璃碎裂声 惨叫声 刺激彼伏 摇龙从屋顶一跃而下 点光火石之间 就收割无数性命 这时 助手赶到 干掉最后一人 秃妞妞妞以为是敌人 扑过去要护住摇龙 助手抬手就是一枪 摇龙成人护主 助手直接抄起火焰枪 要毁尽灭气 屋内烈焰四起 组织明确规定 杀手不得拥有爱情 助手知道 这个女人 一定会成为摇龙的绊脚石 虎丰灵得知后 并未多说 直接派出第三个任务 周三 花龙二 过去参加秋季堂的葬礼 杀了她 花龙二携气子容姬入场前 都将枪械 叫给了平头警探 带为保管 平头警探 带着一众警察守在门口 又守在门口 这就忘了上一次 摇龙从天而降了 而虎凤灵伪装成 修女款款而来 拿出一本圣书 温声软语道 先生乐善好师 帮忙休息教堂 花龙二丢下一叠钱 随手接过圣书 丢给了门外的平头警探 平头警探又随手 丢进了公文包中 葬礼有序进行 平头警探突然听到 公文包中有一响 一把夺过狠狠抛出 伴随砰的一声巨响 战斗一触即发 摇龙果不其然 从天而降 又杀了他们一个措手不及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 经过季秋堂送人头事件后 花龙二还是一点激情没长 一跃而起 跟摇龙直接交锋 放着一堆保安警卫不用 就是玩另一边 嗯 这位大哥是不是职业病犯了 枪塞进嘴里 就直接咬住是什么鬼 回归正题 花龙二和摇龙围着打中打的 难舍难分 终生长鸣之间 两人针锋相对 一时之间也难分胜负 摇龙唯恐自己胜身不无 还将嘴里叼咬的匕首 吐给花龙二 要跟他再战五百回合 但花龙二显然年纪大了 给他机会 他也不中用啊 三两招之内 花龙二横实当场 这时 容姬提枪赶到疯狂射击 却比摇龙全数躲过 但这女人丝毫不知所谓 还追上去跟人紧身搏斗 摇龙到底 还是连向西域一刀子下去 只是提醒人家 下次来教堂多穿点衣服 与此同时 平头警探感到 拥美人入怀 脑子直接跟着肾跑 赶忙送容姬去医院 在花龙二的葬礼上 平头警探又找到容姬 要单独说话 原来 平头警探要搜花龙二的尸身 容姬声泪俱下 说要搜 就搜我好了 于是 容姬退下一身 背后赫然八百龙的门身 平头警探直接上头 在人家丈夫的灵堂里 就开始了付费内容 另一边 秃妞妞在公共浴室洗澡时 虎风铃想要直接杀人灭口 却被突然窜出的摇龙拦住 两人在喷射的淋雨之间缠斗 啊这 这场面是我不花钱能看的吗 这时 摇龙的脚屎坤助手又杀了出来 虎风铃是真的想取秃妞妞手机 情急之下 摇龙直接套枪 但最后也没舍得开枪 迅速就想秃妞妞扬场而去 这对恋人 师哥这么久 终于得以突出 秃妞妞帮摇龙 回忆起了很多曾经的事情 两人共度平安夜之时 摇龙瞥见虎风铃身影 唯恐其伤害秃妞妞 就追出去一把将其制住 虎风铃见她如此 寒泪离开 虽然摇龙并没有恢复记忆 但也追寻内心 和秃妞妞重新走到了一起 但不能两人温存多久 警察就到了 两人逃到后院 又被助理截住 助理丢出车钥匙 让两人麻溜的滚 摇龙谢过了她的好意 开车带着秃妞妞扬场而去 另一边 平头警探联系边境守卫 一起围堵摇龙 摇龙直接开着车 迎着枪林弹雨猛过去 但这一个湿的火力 可不是闹着玩的 车子炸开只是时间问题 摇龙伺机还击 子弹掠过之处 死伤无数 但她已经潜力气穷了 剩下的只能等死 下一秒 一个女人看着三轮摩托车 飞时而来 她火力全开 沿途横市无数 是虎风铃 两辆车擦肩之际 图妞妞被直接推上 三轮摩托车 这时 第三方人马 容姬扛着枪 复仇来了 等时场面 一片混乱 虎风铃的三轮摩托 直接被撞成双人摩托 混乱之间 图妞妞落到 平头警探手里 爆炸声轰天盖地 摇龙的车也在 自毁边缘 疯狂试探 雷霆本军之间 虎风铃将摇龙九叔 踏着滔天热浪 滔出升天 另一边 图妞妞落到 平头警探手里 可不就是落到 容姬手里 容姬一见他 就想弄死他 却不慎射杀一个警员 平头警探 见容姬如此残忍 终于醒悟 但一见这男人倒戈 容姬毫不迟疑地 就送他上了路 容姬带着图妞妞 找到雷霆偷城 以为雷霆不知自己叛变 送上门来的叛徒 哪有不收的道理 雷霆不杀图妞妞 只耐心地摇龙上门 做个了断 隔天 他把图妞妞掉起来 戴上面具出去迎战 姚龙同样戴着面具 师徒二人终于对上 没有过多言语 直接展开生死搏杀 姚龙并不知道 八百龙的头领 就是传手自己 武术绝学的雷霆龙 他只想救回图妞妞 因此每次进攻都不留余力 雷霆龙固然强悍 但终究是老了 成江后浪 推前浪 前浪死在沙滩上 高手过招 输一招 就是输性命 双方面具掉落 姚龙这才知道 面前的蒙面人 就是雷霆龙 总而言之 姚龙终于自由了 也终于能跟 图妞妞修成正果 电影结束 这就是电影 红肠飞龙的故事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关注我 观看更多经典视频